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是强求一个完美的结果 是最不智慧的做法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高层次的人都有四个标志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杨匠曾说 在这物语横流的人世间 做人实在够苦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与其被生活狼狈撵过 不如活得体面一些 衣着体面 古人说人可以有霉运 但不能有霉相 运气不好是上天捉弄 灰头土脸却是自我放弃 人不自救 天也难用 一个人若是自己都不肯往前走 那谁也拉不动他 杨匠半身坎坷 吃尽了命运的苦头 但是他却始终衣着整洁 保持着一份干净与体面 上山下乡的时候 杨匠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 每日辛苦劳作 很多人的衣服又脏又破 只有杨匠每日降洗衣服 破的地方反复缝补 每天早上出门都是干干净净的 造反派给他剃了阴阳头 他嫌不好看 就拿女儿剪掉的辫子和丈夫的帽子做了一顶假发 第二天戴着假发照常上街 特殊时期 杨匠始终没放弃自己 出门必定涂上口红 大扮得端庄得体 这一抹口红是那个时代的一抹亮色 照亮人心底的希望 很多人身处逆境 总觉得不用太在意外表 事实恰恰相反 一个人如果灰头涂脸 整个人的精气神也就没了 精气神没了 人也就垮了 古人说 礼仪之史在于正容体 其颜色 顺慈令 越是难熬的时候 人越要体面 保持衣着的干净 意味着一个人依然认认真真对待生活 保持外表的体面 才能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和苦难 谈吐体面 礼记中讲 君子不失色于人 不失口于人 真正的君子举止慎重端庄 哪怕身处困境 也不会说失礼的话 言为心生 一个人的谈吐就是内心的修养 1938年 杨将一家生活在上海 当时上海沦陷 日本人四处设卡排查行人 普通人一不留神 就有杀身之祸 有一次杨将乘车遇到日本兵检查 全员起立 杨将不愿配合 气身稍晚 一个日本兵走到他面前 粗鲁地抬起他的下巴 杨将大怒 想要骂他 但是身为一个大家闺秀 他却不会骂人 只是大声说了一句 岂有此理 同车人为这个姑娘的勇气震惊 杨将怒视日本兵后 两人对视一会儿后 日本兵下车 杨尽侥幸逃过一劫 杨将出身书乡世家 说话总是慢条思理 温文尔雅 面对再多的苦难 从没有一句恶言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 轻易难以改变 同样有个大姑娘 拿杨柳枝当鞭子打他 抽到他肩上火辣辣的疼 他也只是说了一句 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 特殊时期别人叫他检举揭发别人 说别人的坏话 这样才能明哲保身 但是那十年 他没说过别人的一句不适 比起骂人 他宁可挨骂 礼记里说 恶言不出于口 愤言不反于身 一个人说的坏话越少 返回到自己身上的坏话 就越少 很多人因为搬弄是非 名誉扫地 但是杨将却因为这份沉默 得以保全 佛家讲 两舌 恶口 其语 妄想 果报自受 一个人说出去的话 终究会通过各种方式 返回到自己身上 真正体面的人 无论何种处境 都能管住自己的嘴 说话干净有理 这是一个人的修养 也是一个人的福气 人品体面 知乎有一个提问 如何去判断 一个人的人品 其中有一个高赞留言 是这样说的 很多时候 你看什么都没有 只看一点有用 就是看 他在人生 第一处的样子 难熬的日子里 坚守底线 相信善良 就是一个人 最大的高贵 与体面 杨将是大家闺秀 平时沉默少言 待人温和 很好说话 但是一旦触及到底线 却是半分不让 风雨飘摇的年代 很多人劝他和钱仲书 一起离开中国 夫妻二人 一口回绝 他说 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不愿去外国 做二等公民 人生在世 若无法对抗黑暗 可以明哲保身 若是投身黑暗 助纣为虐 那就是人品败坏了 这是夫妇二人 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最难的时候 他们依然守住自己的底线 不肯投降 不愿妥协 这样做的结果 就意味着更多的折磨 然而 见识了人性的复杂与幽暗后 他却更加督信 人与人之间 温暖与善良 干校的时候 分宿舍 他特意挑了一间 最阴冷的角落 把朝阳的地方 留给年轻人 他随身带着奶糖 有下放心人来了 就没人塞几块 希望可以给他们一点鼓励 研究所里同事 要送孩子回老家 因为没钱而犯愁 他知道后 立马送了三把块钱过去 他的善良 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很多人被他打动 一点点变得温柔起来 唐吉柯德的一稿 是他的心血 被收走之后 羊将心急如焚 是同组的组长 冒着风险 给他找回来的 地里干活的时候 他身体差 干不了重活 同队的人 就帮他把田里的草 都除霉了 只留几个毛毛给他 后来羊将写了 干校六计 里面没有控诉 没有怨恨 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 点点滴滴的善良 与温暖 聪明是一种天赋 善良是一种选择 一个人见识过人心鬼祸 却依然相信善良 愿意用心去爱这个世界 这样的人 即使身处卑微 也依然高贵而体面 灵魂体面 体面来自一个人的谈吐 衣着 学识 教养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一个人的心灵 一个人一辈子淡定从容 无论在何种处境中 都保持着一份体面 必然是因为内心的强大 1945年 日本即将战败 对上海的控制更加森严 日本经常闯入民宅 逮捕市民 很多人被抓进宪兵司令部 就再也没有回来 杨将的朋友李建吴被抓 受尽酷刑 折磨得不成人样 杨将也被日军找上门 通知他去宪兵司令部一趟 当晚全家人都很紧张 钱仲书更是一晚上没睡着 杨将却镇定如常 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他吃过早饭 穿了身黑衣 戴了本 杜师敬全就出门了 到了宪兵司令部 他坐在会客厅 旁若无人地 读起书来 日本人来了之后 见他如此淡定 甚是惊讶 问了他几个问题 就让他走了 杨将回到家 一家人悬着的心 才放下来 面对人生的种种遭遇 他说 可做书读 可当戏砍 这份冷眼旁观的豁达 让他熬过了最难的那些年 他在书中回忆说 我虽然游街出丑 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后 杨将一人独居在三里河 过着隐世的生活 整理丈夫的手稿 完成对家人的承诺 96岁时 他出版 《走到人生边上》 写下自己对生命的思考 他说 人生时苦 终其一生 都要不断地修炼灵魂 完善自我 一个人内心足够强大 才能真正明白 世界是自己的 和别人没有关系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不是命运的波澜 而是内心的淡定 与从容 一个人无论面临人生 何种境遇 都能处置泰然 才是真正的体面 人生时苦 唯有自渡 生活难免会有坎坷 一遇到困境 就自暴自弃 这样的人 谁也看不起 在逆境中 保持一份得体和干净 守住尊严和人品 才是一个人 最大的体面 佛争一炷香 人争一口气 如果身处黑暗 就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 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